苏东坡一生 换海沉浮 深如不细之舟 大部分时候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 辗转到过很多地方任职 苏氏任职最短的一次 是座登州太守 只有五天的时间 对于一个地方官员来说 五天的时间太短了 很难有所作为 苏东坡他又是怎样做的呢 公元1085年10月15日 苏氏到达了登州治所蓬莱 担任了登州太守 登州自古是北方重要的海防要塞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是兵家必争之地 但是仅仅五天之后 也就是10月20日 新的任命又下来了 苏氏被招入京 担任礼部郎中 苏东坡在登州任职 仅仅五天 卸任后 他又在此地停留了十余天 在这段短暂的日子里 身处偏远的边关重镇 苏氏尽自己所能 体察民情 了解民生 在离开登州后 苏氏仍然努力地在为登州百姓解决实际的困难 苏氏刚回到京城 就上了《启霸登来雀炎状》和登州招环翼水军状两份奏 在《启霸登来雀炎状》中 苏氏请求废除登州雀炎政策 原来登州地处海边是北宋重要的产炎地 到登州的第一天 苏氏就开始下乡 向田间的老农和海边的主炎造户 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苏氏发现宋朝的雀炎制度有很大的弊端 导致了主炎的造户破产逃亡 炎业生产大受影响 而另一方面呢 食盐的定价过高 竟然导致了产炎地的百姓 他们也买不起盐 而官府的仓库里食盐却卖不出去 长期的积压损失严重 后来呢 宋神宗采纳了苏氏的建议 废除了当地的雀炎政策 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登州召还易水军状 则是苏氏对登州海防军备提出的建议 登州是海防重镇 作为登州军事主管 苏氏非常关注海防安全 他利用短短五天的时间 深入兵营视察海防 当苏氏看到当时的登州五倍苏氏 屯兵随意外调 深感问题的严重 因此对如何加强海防建设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朝廷也很快采纳了苏氏的建议 加强了蓬莱沿海防务 在蓬莱阁下建成了刀鱼寨 刀鱼寨后来就成为了著名的海防要塞 在苏氏离开登州之后 当地的百姓把启霸登来 雀言壮 这份奏武的内容刻在了碑石上 以表达感激之情 并且在蓬莱阁边上建起了苏公祠 一提起苏东坡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 苏氏在文章 诗词 书法 绘画等许多方面 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 堪称宋代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 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哦 苏氏他也是一位政绩捉住 务实能干的官员 苏氏在登州担任太守 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天时间 马不停蹄地为百姓排忧解难 展示出一心报国 心系百姓的家国情怀 五日登州府 千年苏公祠 这便是登州百姓 对苏氏最大的赞誉和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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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誉和肯定